大家好,我是紅火秀 很久沒有邊騎邊錄音啦 那因為我一直都知道邊騎邊錄音的錄音品質其實沒有很好啦 所以我影片會上字幕的 最近呢就已經把我們的近戰修好了嘛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就是有沒有 新的把手套配上新的把桿 當然還有我們新的防燙蓋跟新的把手開關啊 就是煞車燈感應的那個開關 所以現在這台車呢就是一個全新感受 千年傳統全新感受的近戰啊 那我目前就是想說很久沒有拍邊騎邊聊天的影片了 就來聊一下我換完這組的感覺吧 那我換的這一組雖然都是改裝品啊 但是它就是那種最便宜的改裝品 所以說真的沒有很好用啊 大家如果是為了性能而裝的話 就可以不用裝我這一種的啦 我這種就是外觀而已啦 那先來講講這個比較直接的拉桿用起來的感覺吧 這個拉桿呢就是 雖然是好用啦 而且跟原廠比起來也是比較好煞車 然後跟之前那個壞掉比起來當然是好非常非常多啦 整個煞車力道都回來了 不管是後煞車還是前煞車的力道都有出來 但是呢它的可調距離真的是做的很奇怪啊 它調到第三段以後會變超級遠的 除非你的手真的超級大 像我的手應該算是普通啊中間的大小 我完全沒有辦法調到第三段 我只能一段二段調 所以正常人的話應該都沒有辦法調到第三段以上啊 所以基本上它只有一段二段可以調 而且對女生也很不友善啦 雖然應該也很少女生騎進站 就是手太小就完全不適合這個拉桿 所以它的調整的段數真的是未知做的很奇怪啦 雖然它有很多段可以調 但實際能用的也只有最前面那兩段而已 調到後面真的都太遠了 或者是說這麼遠是比較符合競技取向的呢 也不知道啦總之它就是很遠 再來呢就是它的把手套 它的把手套呢我是買那種很便宜的啦 而且是在台南買的 有買很久了買了一年多了才把它換上去 那它換上去之後呢 大家當然就沒有破損了嘛 之前那個就破損的蠻嚴重的 而且它都有一種變滑的感覺 就是把手套用久了就會滑滑的嘛 那換了這一組之後呢 說真的啦就是很一般的把手套 它完全沒有糯米長的view啦 因為我學長以前是換糯米長 是真正有用的糯米長 不是外觀像糯米長的把手套而已 摸起來真的舒服 真的讚 那這個就只是外觀而已 它摸起來就跟一般的把手套幾乎一模一樣啦 就那種很便宜的250-150那種把手套而已 那當然還是新的還是比較好啦 至少不會滑滑的了 不過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有點黏黏的 剛裝完的時候我覺得它有點黏黏的 然後現在已經用了大概一兩個禮拜之後 好像就沒有黏黏的了 算是堪用吧 你就把這個把手套當耗材再換就對了啦 所以這個把手套呢 我也是給算是有60分及格吧 那這個拉桿呢 我就只有給50分啦 有點不及格 它的可調範圍真的太智障了 它第三段以後段數都是假的 它只有一二段可以調而已 有點智障喔 不過這兩個加起來都很便宜啦 這兩個加起來可能沒有超過1500吧 算是超便宜的 我的G61的改裝拉桿就超過1500了 那我現在這個把手套加拉桿加起來不超過1500 算是CP值蠻高的選擇啦 不過就是外觀而已 你要更好的使用體驗的話呢 建議還是買好一點的產品啦 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方向燈 終於沒有破掉 不會進水啦 就是我這一顆喔 這邊這一顆方向燈 那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會發現我這邊這一顆比較新啦 那這邊這一顆 就是左邊呢 就比較舊一點 再來防碳蓋也更新了喔 因為之前那個防碳蓋出車禍嘛 上面有一些血跡然後有點洗不掉 我有用刷子刷過了 就是總是會有這個血跡在那邊好像不太好 所以我就還是把防碳蓋換掉了 那換這個近戰的防碳蓋的時候啊 我覺得它真的設計的很好啊 這台近戰真的設計的很用心啊 果然是YAMAHA的主力車款啊 近戰125 也是非常對得起它的銷售數字啊 車子就是好就是會有人買嘛 雖然它貴了一點 不過神車就是神車嘛 做的真的很用心很厲害啊 好啦那就大概講完了騎乘感覺 騎乘體驗啦 因為畢竟我弄的東西也不多嘛 主要就是拉桿跟把手套而已啦 後照鏡的部分呢可以去找沙漏了 因為這個後照鏡它已經變成一個方形了喔 中間有個方形旁邊是霧的 就之後有機會的話 你可以考慮換一個後照鏡啦 不過目前是還好啦能用啦 只是不好用而已 而且這種後照鏡呢說真的 沙漏廠還蠻多的啦 不是只有近戰用這種後照鏡 現在這個有一點大力的煞車 煞起來就很舒服啊 不會像之前那種非常難按啊 啊對我煞車有也有換啊 所以煞車的手感又回來蠻多的 之前已經有一點卡卡的了 好啦那總之這個就是這台近戰的 改完的心得啦 那順便來聊聊這台近戰的近況吧 順便拖一下影片的時長啊 那主要就是這台近戰都是阿伯在騎嘛 那他之前出完車禍之後呢 輪胎好像有撞到之類的吧 總之輪胎就洩氣了 那洩氣之後也沒發現就繼續騎 所以輪胎就磨完了 磨完之後呢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換 不過我有把它重新打氣 我重新打氣之後呢 他就比較沒有那個那麼難騎的感覺啦 就之前真的是軟軟的騎起來就很怪 不知道什麼阿伯都沒有感覺 我前面在辦活動也不知道在辦什麼活動 這裡真的是很熱鬧啊 幾乎每個禮拜都在辦活動 輪胎前輪後輪都已經磨完了啦 所以早時間也該去換一下了 這台車的里程數目前是五萬五左右啦 我記得上次拍的時候 好像才五萬一五萬二那邊而已 所以只騎了兩千多快三千吧 以一個一般代步車來講 差不多的里程數吧 基本上就是純四區啦 哇唷大野狼欸 帥喔我也很喜歡大野狼 傳動的部分呢 目前吹起來是蠻順暢的啦 但是感覺也是有一些磨損了 該去搞搞傳動了 可以換一下傳動之類的 車子騎起來是順順的啦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換好煞車 比較好煞車的關係 所以覺得車子變好騎了 但是因為我也沒有動引擎相關的東西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差別啦 再來就是我在幫他電池充電的時候 我發現他的電池其實已經有一點壞掉了 所以他電池有一點 電動馬達打不太起來啦 這個可能也是需要換掉的 而且我發現近戰的電池 是跟野狼同一個型號 就是扁的七號電池啊 所以感覺野狼可以改上近戰的電池欸 不錯喔免加水的 然後我也想要跟大家講啊 車子真的是有在騎就比較不會壞 像這台近戰雖然爛爛的 可是他就是都有在騎啊 就是都還蠻順的 用到現在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要操車樓受不了了 有沒有這個加速的零力感 他轉彎了可惡 這個加速的零力感有沒有 有沒有出來啊 好像沒有 1.25就差不多這樣而已 就大概這樣吧 如果各位想要再看更多近戰的影片的話呢 之後就拍幾支影片給大家看吧 這個近戰還有蠻多東西可以拍的啦 目前的打算是想說慢慢的讓他變成最帥的阿伯 之後再來近戰的計畫應該 之後再來近戰的計畫應該就是 換換輪胎啊 然後可能換換碟盤啊 換換煞車體之類的 好啦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結束啦 我已經灌到底了 這個PRO竟然只有35而已 好啦那等一下就上去公老屏做個結尾吧 GOGOGO 好啦我們現在來到了 公老屏 風景很漂亮吧 好啦那如果 好啦那如果有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麻煩留言按讚分享 想看更多機車相關 汽車相關的影片的話呢 那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吧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囉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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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